沒有 我一直在總部 然後跟著整個開票的這個過程 了解整個開票的這個相關的數字 那想說還是要確定一下 那跟大家抱歉就是說 因為整個開票屏東有五合一的選舉 有的地方是先開鄉長 有的地方是先開村長 所以呢 縣長的部分 統統都是要等到開完才回復 所以呢 整個作業有很大的一個拖延 在這邊很抱歉 那也因為要求得一個 因為這個畢竟是要慎重為之 所以呢 我也等到相關的投開票所 整個開票的這個比例 達到百分之九成一的時候 我才出來跟大家說明確的報告說 我當選了 那也謝謝大家的關心跟支持 選前有預料到會咬得這麼緊嗎 選前我們的努力跟我們所做的民調 跟這次的選舉的結果是有一段的差距 但是我想這個就是一個民主的制度 鄉親們在這次做出了他們的決定 我們又一定非常非常的虔誠 非常非常的謹慎來面對鄉親的決定 努力不夠的繼續努力 哪些要修正的哪些必須要往前再進步的 往前再走的 我們也不會放棄 因為有些鄉政原本都是綠營的地牌嘛 比如說恒春啊 好像恒春這一次國民黨蘇清權他的票開得比較 對 因為我剛剛也聽到說我們恒春政長 民主進步黨提名的陳文宏政長以些微的票數落選 我們也非常的遺憾跟難過 那後續我們會做通盤的檢討 那對我個人來講 我想這個一個階段的結束 那就是我另外一個政治的人生任務的一個開始 我會更努力更戰戰兢兢 然後面對這次鄉親的決定 那也希望能夠延續屏東這麼好 建立不易的一個執政基礎 往這個方向 往希望的方向 往季部的方向去努力 去打拼 所以跟對手朱醫師有想過電話嗎 還沒 因為我剛剛就是確定 因為怕大家等太久了 那所以我就先出來跟大家宣布 那就是也謝謝兩位的政黨的候選人 朱醫師跟這個詹志軍醫師 他們一起來參與這個選舉 然後讓這個民主的淬煉更完備 因為畢竟透過政黨的競爭 透過一個民主的機制 這是一個民主的結果 你從初選到現在也算蠻長的一段時間 這是你第一次就是實際參與選人 整個過程有沒有比較感謝誰 整個過程我真的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整個從初選到現在大概將近一千天 一千天 那就是非常的感謝我到每個地方 每個社區每個社團的鄉親好朋友 還有一些夥伴陪著我走 鄉親認同我 喜歡我 夥伴認同我 支持我 陪伴著我一起努力 讓我有機會代表民主進步黨來競爭 那這次透過大選將近大概六個月 我想我的腳步也沒有停 那我也對整個憲政的規劃都做好了準備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我們還是一樣可以無縫接軌 那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村民所做的承諾 所宣示的一些政策 我們會更確實來執行 那也會再來通盤檢討 鄉親一些這次沒有支持我們的是哪些部分 我們還要再努力 還要再檢討 我們會更虛心面對 我會更虛心面對